驾 瞒人退了吗 瞒人退了 但我方伤亡惨重 退了就好 报 又有一大波警弓冲了过来 刚刚不是说退了吗 是 是圣的军队 什么 许鼎 报 五王 将士们有些窃战了 不就是个许鼎吗 要不是没有交个手 那前来的是 是 说 他踏尔呼纳 呼纳 这怎么可能 是的 他与阿卜昏和圣局前来 五王 王廷大部分已经失守 我们必须撤离此地 杀了他 是 是 这也只能本王好令 大人是不是觉得 今日的饭菜不可口啊 要不我去拿点 陶书人上次带来的糕点 城主出征在外 也不知战况如何了 我这心下焦急 哪里吃得下东西 原来大人是思念城主呀 大人对城主真是情深义重啊 那是自然 对了 徐玉这两日怎么样了 听慈安宫的人说呀 夫人这两日跟着主母吃斋 肚子饿得整日都在咕咕叫 抄筋抄的手都肿了 哀怨着呢 怎么一听这徐玉整日饿肚子 我的肚子也马上跟着饿了起来 我们来给姐姐请安 妹妹来了 看来姐姐今天心情不错 夫人日日随主母吃斋祈福 饿得紧呢 我这也算是狠狠出了口饿气 心情舒畅着呢 坐 姐姐可不能大意 她毕竟还是夫人 这回在姐姐这里吃了鞭 指不定用什么法子 报复姐姐呢 也是 姑母现在是越来越喜欢她了 要不 一不做 二不休 趁城主不在 这样会不会太过了 那要看有什么法子了 姐姐大可吩咐私善间 晚上不许给夫人另外加餐 夫人是习武之人 在祖母那儿 一个月的小碗素摘吃下来 就算不饿地暴毙 怕也要损半条命的 等城主回来 见她形容枯稿 哪还敢跟姐姐争宠啊 妙计 妙计 贫儿 天老父管快 是 妙计 给城主夫人请安 起来吧 谢夫人 你怎么来了 听闻姐姐最近饮食不济 所以妹妹特地带了一些点心 过来看看你 头书人 有心了 我 先前一直想要谢谢姐姐 在主母面前帮妹妹说话 只是一直没有机会 夫人 该用膳了 这个是芭枕如意卷 这个是翡翠青茶 那个是苏烧鹅 老书人 留下来一起用膳吧 这 真太不好意思了 真太不好意思了 宝刀姑娘 你太好吃了 你 夫 夫人别这样看着宝刀 宝 宝刀很害怕 老师说 你做的菜 真的太好吃了 让我孩子说 宝刀 你看 宝刀 再去做几道菜来 要快 夫人 不用了 我差不多了 还不快去 去 夫人 来 夫人 我呢还有一些上月乏超的佛经 要不愿意写给你好严妇竹母 你确定是来感谢本夫人的吗 你是 父王临终前曾说过 王位是传给我塔塔尔呼纳的 今日我便娶回王位 诸位可有意见 诸位可有意见 杰吉呢 逃了 已经派人去追了 阿普文这个叛徒 上车根本就没有和蛮人结盟 我 我们该怎么办 当我宠贞弃国 一定要把我的王位给夺回来 这一次我一定要粘草除根 夫人的书法进步颇多 字迹公正秀丽 很好 老神甚是欢喜 都要仰仗母上的提点 既然你有如此的天赋 是否 那就好好学习文化 那些武刀弄剑的事情 就少碰了吧 母上教导的是 自大朝会那日唐突了朝堂 妾身再也未碰过刀剑 这就对了 这样才有奉仪天下的样子嘛 好 儿子给母上请安 景明见过长嫂 好